如果你一眼能认出来我手上这个道具是干什么用的 我想你家孩子一定已经上小学了 并且你很有品位 哈喽大家好 我是肖恩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上映当时被骂成烂片 而现在被封为神作的一部科幻电影《银翼杀手》 这款1比6可动病人还是出自品牌Dark Toys 像这种写实把剧重点就是头雕 把哈里森福特的辨识度拿捏得非常到位 并且厂加附属的另一颗头雕为受伤状态 服装的精细程度和检查也很棒 也很还原哈里森福特在影片里面的装束 配件方面附属了《银翼杀手》的警徽 还有在影片里面出现的威士忌和酒杯一个 酒杯里用泡明件来模拟出酒的质感 在影片里面出现频率比较高的折纸和电纸表也一并附属了 最后就是测谎仪你猜出来了吗 这部仪器是用来区分人类和复制人的 武器方面就一把是一个双班机的主轮枪 地台上一刷的影片里面接到的场景 《银翼杀手》是一部非常慢节奏的唯一科幻片 故事的设定是当时的未来 也就是2019年的美国 而电影的上映却是1982年 不得不提一嘴里面的女主角瑞秋真的是太美了 而当年的哈里森福特也从帅小伙变成现在的老爷子了 如果你也喜欢这部影片 收藏一个性价比很高不到十张的玩具 是个不错的选择 视频最后记得点个赞 下期见 拜拜